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兵 欢迎来到民族阵线 那么今天呢 是8月8号 是这个 我记得08年的8月8号是奥运会的开幕式 今天呢 今年这个8月8号是闭幕式 那么奥运会正式告一段落了 关于奥运会 这一届奥运会的一些看法和感想 我觉得老兵有义务和有必要做一做点评 同样的 这次东京奥运会 日本据不完全统计 这些经济损失就是300多亿美元 他投入的非常多 因为我19年我还去过一次日本 新冠前我还去过一次日本 我当时 因为我每次去 几乎都是在去东京都 我当时去他这个馆子边上去考察考察看一看 确实他这个花了不少钞票 配套的 相应的 新的线路等等等等 都在搞 所以说他那一片呢 确实花不少钱 而且当时安倍还想要把航空线路给他增加 驻日美军司令直接就拒绝 不批准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一直都说 我说日本这个四个岛啊 这个列岛啊 真正的头就是驻日美军司令 没有驻日美军司令 你这什么日本天皇 你安倍啊 你金义伟 你就是个空气 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一点 本届奥运会是我觉得 应该是这个历史上我个人感觉 到现在为止是最丑陋的一届 甚至它比这个莫斯科奥运会和这个洛杉矶奥运会 还要丑陋 因为莫斯科跟洛杉矶是华越跟北约相互抵制的 一届奥运会 两届奥运会 那抵制归抵制 对吧 至少说在现场 我都看过这些奥运会 这些纪录片 也没说搞那些逼事 但这些奥运会 尤其是开幕式的时候 对中国的这个领土 这个地图做手脚 之后呢 又这个搞一些政治的意思 中国运动员登上领奖台 美国做LGBT这种动作 确实很糟糕 尤其是这个背后的这个政治因素 特别丑陋 很难堪 再加上日本这个防疫不利 现场保障不到位 包括这个退赛的退赛 出事的出事 简直就是让我们没有看到 平时吹牛逼出来的那种高效的那种日本人 我是没看到 对于本届这个奥运会 那么 我个人的感觉还有一点 就是整体的这个感官是很不好的 很糟糕的 这个糟糕我就说过就是体现了这些方面 同样的还有日本这个疫情防控不利 导致的这个整体这个情况是人心惶惶的 我都很替我们这些奥运选手担心 据说好像有 我有这个奥运选手好像还感染了 我这个我是非常的比较生气的 你日本没有做到隔离做好 同样的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数据吧 一波三折 步步维艰的东京奥运转眼就要结束了 这次运动会的经济账该怎么算 谁赚谁赔情况到底如何 这些问题引起了一些媒体的兴趣 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 东京奥运会原定于7月举行 但因为疫情不得不退后一年 这一推就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主办方称 延后一年给东京主办方增加开支28亿美元 没有观众而带来的门票损失 约有8亿美元 可到了运动会开幕的日子 日本又遭遇了疫情反扑 运动员不得不在病毒感染的高风险中进行 这就出现了奥运会史上一个罕见的奇观 隆重的开幕式现场空无一能 比赛期间各运动场馆现场观众寥寥寥无几 这一变故让日本赞助商大失所望 他们投入的33亿美元的赞助金 基本上全部都打了水票了 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的广告的效应 美丽社说东京奥运的最大赢家 应该是总部社在瑞士的国际奥委会 即便没有观众没有粉丝 国际奥委会还可以通过 出售转播权获得30至40亿美元的收入 国际奥委会实际上是一个体育和娱乐机构 其75%的收入来自于转播权 18%来自于赞助商 这次东京奥运会的总共花费共有多少 英国牛津大学拿出的答案是154亿美元 并称这是奥运史上最贵的一次奥运会 这个说法是不太准确 2018年的北京开支据说是400亿美元 远多于这次154亿美元 但专家的解释是日本各方面举办奥运会 实际花费远远不止154亿美元 日本官方的审计显示 东京奥运会的实际开支 至少要是这个数字的两倍 我是绝对相信的 因为我在现场 我是有看到过 它整体的规划 东京奥运会的那一片区域 它整体这个规划 这个数字至少是两倍到2.5倍 也就是说它直接经济损失就得这么多 北京你不管它是花了400亿美元 还是多少 但是给北京之后这个城市 这个影响力等等的 带来的是不可估量的价值 不可估量的价值 这本早就收回来了 同样的中国也是证明了一下子气 所以说这个奥运会是很花钱的 所以说呢 我个人认为奥运会这种东西 咱们办个一次 一到两次就够了 你看北京办过一次 马上还要开冬奥会 以后如果有机会搞一次世界杯 就完事了 就不要再办了 这个我个人感觉是 没有特别大的这个意义 没有特别大的这个意义 谁要办谁办去 尤其是今后 为什么 这个全球对抗越来越厉害 政治因素越来越强大 你到时候哪里办 这里抵制 那里抵制 搞得又很糟糕 所以我个人认为 咱们以后这个冬奥会办完以后 就别办了 个人的想法 那么同样的 在这次奥运会当中 我们要谈谈中国队的表现 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出色 最后这个金牌榜 被美国超越一块 那么其实也可以看到 这个综合国力的这个体现 也就是说中国现在还是 落后于美国20%的综合国力 那这个我们要是很客观的讲 就像刚才我们讲这个全红禅 我讲到中国这种农村 或这种城市 一些这种现象 那有少数网友可能不太高兴 认为这种事情为什么 没有必要拿到这上面来讲 过分解读 其实我跟各位讲 咱们爱国 咱们为了国家好 有些东西我们还是要说一说的 也要呼吁呼吁的 对吧 尤其是对弱势群体 所以说我们不能够说 只报喜不报忧 那这样的 其实长此以往 对我们的深信发展是不利的 就好像你一个小孩 你老是很顺 你没有挫折 你的人生没有挫折 你的人生是完美的吗 我们有问题不要怕 说出来提出来 去改善去改进 这是好的 就好像你看国内 我说了多少国内问题 我说了很多这些 西方对中国不好的这些东西 我都讲 包括我们自己 有些地方政府 有些父母官 有些行为 咱们也得说一说 对不对 不然的话 你光说好的 不说这些不好的 于民族 于国家 于社会不利 各位 我们这个社会 还要像达到美国这样的水平 还是有一段的路要走的 即使我们GDP超越它了 但是在软性的方面 在全国这一盘大旗的方面 我们还是要很多改善进的地方 我们要意识到自己的不足 奥运会 它其实就是可以说 综合国力的一种体现 综合国力的一种体现 很巧 那么我们都知道 美国其实竟然超过我们 我其实觉得也没啥好可惜的 你可以那一刻可惜那一下 但是你仔细想想 那美国这次奥运会 它是失准的 它是失准的 咱们是有几块金牌 是被黑掉的 尤其是那个 吊吉巴跳马 那个金牌 还有好几块金牌 我们都是拿了很多银牌 其实这个是失准的 我们呢可以再可以多拿个五块金牌左右 可以说差不多 中国的水平拿到北京奥运会的五十一块 到礼约的上一届其实是不行的 因为什么新老交替的时代 二十六块 那今年拿到三十八块 我们的水平就是在四十块左右 三十五至五十块之间的 这个水平里面在浮动 那么美国如果说你说 这一次它田径或者游泳 它不拉跨的话 那这一次估计金牌还要多 所以我们要意识到 因为这个我认为 也没什么好多说的 很正常 那同样的 那从单一性的种族上来讲 那中国是全世界最优秀的 我们这个人种是很优秀的 不要再说什么中国人不行 我跟各位讲 举重的军歌 举重的军歌 它是 我是很清楚 因为我这个 也平时健健身的 它确实是欧美健身圈的 绝对的扛把子 都是那些 肌肉筷子的这个偶像 所以说中国很多的 在很多领域 其实你不知道领域 已经是在影响这个世界了 这军歌它的那个背阔机 那简直就是 那是那些老外 都想练出来的那个肌肉 很棒 它扩起来的时候 可以夹住A四尺 确实 而且你想想看 中国这个举重 这个力量 你看多大 对不对 所以说现在呢 又出现一种论调 叫做奥运无用论 就BBC提出来的 我觉得很搞笑 最早最早这个1936年 这个慕尼会奥运会 它就是确立白人 白人种族优势 希特勒不是那些奥运会 还歧视黑人吗 对吧 当时他们 因为当时别的国家 都没有注重这一块 他们就认为 他们都很牛逼 但现在你去看 奥运会场上 还有多少白人运动员 尤其是这种西方的 我指的是西方的 那种具有意识形态的 那些国家 还有多少是他们 在一些这种田径项目 本届奥运会 中国田径项目 我是非常欣赏的 首次有黄种人 站上男子100米的 这个决赛跑道上面 我们做到了 我说过 如果说西方种族主义者来讲 我也具有种族主义倾向 但是我说过 黑人比我们强 我无所谓 但我们比白人强 我就认为就OK了 那有的人就讲 那白人强 那人家有踢足球的 那没有你啥事 我说过 很多项目是重不重视 我相信中国也有梅西 但是在学校课堂里 上学考试呢 忙着考试呢 忙着中考高考呢 你能说没有吗 对不对 中国能出过一个流降 证明过亚洲人也是可以的 就行了 接下来就是说 大家在刻骨训练 针对性的训练 能拿就拿 拿不了 正在参与 就可以了 这一次的这个田径 你看女子标枪 女子这个 练球 银牌 女子牵球 冠军 这个男子三级跳远 这种田赛项目 你拿银牌 这都是很大的突破 这些是我们重点要看的 其他的传统项目 也很重要 但是我认为在这些方面 我们是已经已经出破了 我们的运动员现在是享受这个奥运会 老兵觉得这个就很好 所以说 这是看到这些奥运会 给我的直观的这个总体感受 总体感受 所以说你说 白能玩足球了 怎么样了 我说句实话 欧洲五大联赛 那他妈的头牌的足球运动员 都是有色人种 你说的什么C罗 梅西 你看上去是白能 他们都属于拉丁裔的 那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 那种那种 英国人嘴里讲的那种白能 那是拉丁裔的 那世界排第三 那个谁 内玛尔 对吧 也是这个的 你说那几个牛逼的球员 现在很多都是黑人 很多都是混血人种 所以说大家 你看到这一点 你就能明白 所以说不要 因为啥 我为什么这样讲 是因为西方在那边扯吉巴的 种族论 种族主义论 天天就是说 黄种人不行 打炮什么不行 没力量 怎么怎么样 这就是什么扯淡 你通过这个奥运会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是不是 比你白能行就行了 所以说整体 我要说的也就是这些 当然我也要提一些政治因素 最后我要提一提 这个日本 你看到每次他要赌国运的时候 他都会出事 你想想看 这个新冠 某丑国从实验室里搞出来的 早不搞 晚不搞 非要等到他东京奥运会了 搞了这事了 是不是 让他这个损失300亿美元 还要多 那我记得 最近又是跟中国在跳 你越跳 你损失越厉害 2010年的时候 应该是 发生了日本那个什么 海啸吧 核电站爆炸 那个时候不是在搞什么 钓鱼岛国有化吗 私有化又卖给什么 什么这个公司 不是发生这个事了 每次日本只要敢跟中国赌国运 他就会死得很惨 死得很惨 这是他的定数 是核足的这个定数 就是这个定数 所以说通过这个事情 让我们也感受到了 冥冥之中 天使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所以说各位 我们要有信心 我们能战胜一切妖魔鬼怪 能击败这些财狼火爆 同样的 这届奥运会 又让我看到了 跟02年世界杯一样的那种场景 所以我说过 02年世界杯是世界杯史上最垃圾的一届 2021年日本奥运会也是最垃圾的 为啥 不仅是政治因素 还有最重要一个 黑哨 是不是 所以你可见日本韩国这种旁支系统 他们想要赢 可以不择手段 始终以一切卑鄙的方式和方法 各位 一个小小的奥运会 让你会看到很多东西 在这个里面 同样的让你也看到了 台湾人用他的一身 都要证明给大陆人看 对不对 实际上 很搞笑 很搞笑 由这个奥运又衍生出来了 两岸的这个 这个碰撞 哈哈哈哈 这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收听收看 我是老编来 向前面继续过去 谢谢